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 就是乐火健康救地球 乐火它其实的名称 大家应该都常常听到 它其实是一个英文名字翻译过来的 大家知道吗 它其实就是那个Lohais Lohais就是乐火的原来的英文名字 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讲到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特别讲这个的主题 是因为跟着地球的一个资源被消耗掉 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 让我们节省更多的资源 然后让我们的地球能够更永续发展 那这个是今天讲这个主题的最开始的原因 那首先开始我要先给大家看到 就是最近因为是苹果的季节 那请大家在生活当中 如果看到苹果 你会联想到什么 吃 还有呢 贾伯斯 还有没有 健康 不同的品种是什么意思 很好 有些是美国的 有些是智利的 有没有 可能也会来自纽西兰 对不对 OK好 医生 为什么会想到医生 一天医苹果 医生远离我的 OK还没有 脆脆的 OK好 好 那刚刚所讲的主要的都非常的好 也都跟我们生活是很相关的 那刚刚这位同学有讲到一个最重要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我们要吃苹果 以前我们其实台湾基本上是有产苹果 可是实际上是数量是非常少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你要吃苹果 你可能会从哪里 从智利 从美国 从纽西兰 有没有 这时候过来 那这时候过来 他怎么过来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苹果 放在你买回来 如果你在水果店买回来 从一个水果摊 或水果店买回来以后 你的苹果可以放多久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OK好 那大家往回推 那水果摊 它要从哪里来 如果这个水果是从智利过来的 海运过来 对不对 海运过来以后 它要从智利的果园摘下来 对不对 摘下以后包装 装箱 装箱到港口 然后在海运 海运要多久时间 一个月 好 就算一个月 好一个月过来以后 再怎么样 再到大盘商 有没有 可能再到水果店 水果店再到你家 那这样陆陆续续要多久时间 可能要这样一个月左右 对不对 如果最快的话 一个月左右 那这个会经过一些什么 会经过运输 对不对 另外情况就是说 我们希望水果保存的更久一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 会有一些的保存剂 在上面 对不对 OK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它的时间 刚刚同学讲的是一个礼拜 你有没有可能只放一个礼拜吗 我们家不只放一个礼拜 有的时候不只一个礼拜 有没有 可以放时间 又更长一些 那我刚刚这些的估计都是保守的估计方法 那这些的内容只是让我们看到 它其实是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已经是一个全球化 就是我们吃的食物 水果 其实它已经是全球化 我们来自各地不一样的食物 来到台湾 运到各个地方去 那它所产生的情况是什么 是从一个苹果 它踩下来 它必须要运到整个的包装的地方 甚至到货柜的地方 那一般而言很少用飞机 大部分都是用海运的 除非什么 比较会 时间没办法放 因为我们常常每次在暑假的时候 去买樱桃的时候 它就会跟你讲说 这是空运来台的 因为它的可能放的时间 是没有办法那么久 所以它就不能供运来 其他基本上 他们都应该是用海运为主 海运时间有一段时间 最后来到台湾以后 还要一样到主要去的大盘商 大盘商以后再运到相关的水果店 水果店以后我们再去买 买回来以后再放在家里面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所消耗的有良的情况 最重要是什么 是我们所买到国外进口的水果的时候 或者是食物的时候 它必须要这么多的旅程 所以消耗掉非常多的油费 油跟相关的其他的资源 加资源这个是我们常所说的一般而言 如果我们买国外产品的话 那这个是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样子的内容 是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带出乐火 跟这个我们吃各种食物的一个相对性 那从生活面来谈饮食的反思跟一些的相关内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刚刚说的苹果 还有包括其他食物的多元化之外 在地的时候当然也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一些相关食物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种植、汤圆、米粉、黄瓜 这都是用于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所以它是因为在地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人可能是从其他地方来 你看你去任何的一个城市 你都去找找当地它有比较特别的一些的相关食物 这就是跟文化是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会有台湾在新竹 为什么会特别产米粉呢 其他地方就没有产米粉了 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在地的天气的关系 它适合制造好吃的米粉 所以变成这个地方的米粉就会特别的好吃 这就是因为一个当地文化的关系 所以我们当越在吃当地的食物的时候 它我们基本上就 我今天如果在新竹 我吃了米粉 基本上它就不需要经过一些运送 OK好 那这是在讲到 可是除了我们因为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多元化 所以我们其实各种的饮食的文化也影响着我们 就像喝一杯咖啡 可能现在有很多人早上有喝咖啡的习惯 有没有 喝完以后他觉得一天的精神就会比较好 那可是在喝咖啡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的咖啡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这个咖啡是从哪里 我们最常见的咖啡是从哪里 从巴西来的 对不对 那当你想到从巴西来的时候 巴西怎么样种植这个咖啡 巴西怎么样加工这个咖啡 有些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 我们可能是喝了一个咖啡觉得那个地方产地是客产 所以如果他在产地的地方用了因为要种咖啡 所以把森林砍掉 森林烧掉 或者是他们因为要制作咖啡 用了很多的同工 我们有时候也不是知道 那这些的内容是牵涉到我刚说的 如果他因为这样的关系 让森林砍伐的时候 当然动植物体力灭种就会跟他有关系 那如果说因为他是用一些同工的时候 饥饿跟贫穷跟他也一样就有关系 那这些其实包括从越远的地方来运送的时候 他就增加石化燃料的使用 一个消费背后我们要考量的一个部分 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开始因为 因为爱护地球的关系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产品里面都会标示说 他们的产品第一个是不使用劳工的 第二个他的食品实际上是符合可能是有机的 那这个是各个我们在消费背后以后 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 这些事情呢等一下就会牵涉到就像这个图一样 我们可能喝咖啡的时候 这个影像不会跟我们产生连结 可是他却是事实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 就是他这个影像就看到我们其实有一些地方 他使用同工来帮忙他们处理的时候 他们很多的小孩子在做工作 因为他们的那个经济并不是这么理想 所以他们用了同工的时候工资就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很贫穷的国家 他们一天工资都不到两块钱 OK这个是在消费者背后我们要等一下后面会探讨的 那这个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常常在喝咖啡 甚至你在吃炸鸡排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去想象因为我们吃到是一个成品的食物 那这个鸡肉如何制作出来的我们有些不那么清楚 上次给大家看美味的代价大家就应该比较有感觉 所以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吃的 所以这个吃的这个食物吃进去以后对我们身体会产生一些影响性 可是他所背后他的一个怎么样去养这只鸡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打抗生素 还有包括就是他在制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加到一些的其他的添加物 是我们在在吃一个食物的时候其实要慢慢去思考的 那这个是在讲到这个食物的情况 那另外一个也是也一样就是一块牛肉的背后 背后是什么 因为现在牛肉的消耗量大 而且实际上牛肉他相对性是比较美味的 所以可是实际上每一次我们生产100公克的牛肉所消耗的成本 就是消耗掉2270公升的水消耗掉500公克的玉米 还有包括一些的水源污染 甚至消耗能源相当于一杯的汽油 造成牛肉五倍重的一个土壤的流失 还有甚至一些温室的飞气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整个我们吃到牛肉的时候 他现在很多都是用玉米来喂养这个牛 可是实际上玉米是可以供给人吃的 这是在讲到说我们在追求更多的美食之后 对整体全球的人口有一些地方 他还是有饥荒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对整体食物平均分配的一个影响性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说 那为什么要影响这个部分 要谈到这个部分 那也因为刚刚所谈的这些因素的时候 这些都是怎么样 影响着地球的整体资源的状况 所以呢很多国家 其实特别在欧美国家 我想上个礼拜上次的课程 我已经给大家介绍到 很多的欧美国家 他们已经产生这样的觉醒 所以他们在各个生活层面 不断的减少地球资源的浪费 跟怎么样节省资源 让地球能够更永续 那这个是整个爱护地球意识的整体的觉醒 那所以呢在很多的国家开始 因为爱护地球 就开始注重当地的食材 因为其实当地的食材相对性 有两个其实对他们而言其实有很大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什么 如果你是吃当地的 我打比喻你今天吃一个智利来的苹果 跟吃一颗从云林来的芭蕾 这样知道意思吗 一个是从国外进口的 一个是从我们台湾当地产的 你觉得哪一个可能会比较安全 而且哪一个对地球的资源 比较不会浪费掉我们地球的一些资源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都是吃如果吃芭蕾的话 它其实第一个 它有哪个几个优势 第一个它相对更新鲜 第二个 因为它是当季 所以它不需要怎么样 用更多的生长基数 甚至可以 因为它是当地的 所以它可以用更少的一些的农药之类的 可以让它长得更好 第三个 它因为是本地产的 所以它不需要浪费掉一些所谓的运送的资源 对不对 所以当地其实是有这样子的另外一个相对性 它的新鲜度是够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注重当地食材 它其实在整体的从我们个人健康 从地球资源来看 其实它都是非常是有利于我们跟整个地球的 所以他们开始就注重当地的食材 平均每一种食物 我们如果不是在当地的情况 从其他地方进来的时候 你送进到美国人的嘴里 甚至送到台湾人的嘴里的时候 已经履行2000多公里 我刚才说我为什么用这个苹果做比喻 来意思就是跟大家讲说 在使用就是注重当地食材 跟从其他地方运送过来的一个食物 对我们整体个人跟整个环境的影响性 那我想这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其实除了只有当地以外 他们希望从当地的食材里面 发展一些整体的氛围 让我们的食物不再只是为了多元 或者填饱肚子而已 他们也就开始一些的品味的教育 也透过一些记忆的方式 都跟文化有关系的方式 来改变大家 希望有更多的不同种类的食物的选择 来做更深的营养跟饮食的教育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台湾也相对 也有一些相关的协会 他们也就是 从保护生物的多元性跟美食教育 跟连结生产者跟消费者 就是说他让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 更紧密的连结 肌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他这个的不容易 我们之前给大家一个体验的作业就是你自己种菜 我想大家就有比较有感觉 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以前吃蔬菜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这非常的容易 那好像也不会很贵 可是实际上你自己种菜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觉到 实际上我们在不同的行业里面 他在种植的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容易 那就可以感受到生产者他的一个辛苦所在 那这个目的是要跟更多的一个连结 那所以整个食物不仅可以说是一种的记忆之外 它是希望让我们跟它有一个外在事物的产生连结 甚至跟我们的传统文化 跟甚至跟我们的地球跟宇宙都有个重新的联系 那这个是从饮食当中往后延伸的 那这样子的话 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对地球产生有一种情感的连结 情感连结以后 你才会有一些行动 希望更爱护它 那这个也是讲到 我们在这个高山高丽菜的一个靠近的情况 就是以前我们大部分在山上山区的时候是种果树 可是因为果树相对生产的一个量 还有包括它栽种的一个困难度 所以后来他们发现高山的高丽菜 第一个长得更快 长得更快以后 可能相对销售情况会更好 所以很多的地方就开始种高丽菜 那可是除了高丽菜之外 我们也种茶叶 我们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以整体经济做一个考量 那我们当整体做经济考量 我们都会想到说 哪一些实际上是会卖得比较好的 可是实际上这些 他们也去统计 发现到山上茶農每赚一块钱 台湾社会就要共同负担约40块的社会成本 因为它所造成的一个可能土质流失的情况 是全体人来负担的 可是1996年赫博台风以后 其实实际上是4000块钱 就是他赚一块钱 我们就要负担4000块钱 看起来是个人的情况 可是实际上台湾在台风是非常的密集的 那每一次所袭击到 因为这些的整个的 无论是高丽菜或者是茶農 因为它在水土保护相对是比较差的 比较差以后 整个所炒生的土石流 土石流下来以后 延伸到周遭的民众受到影响 那全部都是要国陪的 全部国陪以后 所以变成是说我们在看起来是 茶農是赚了一些的钱 可是实际上每一次这样子的生产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是全民需要负担后面所产生的后果的 那这个是大家都没有考 一般我们没有去考量到的 所以造成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看我们山区是如此 那在海边的 我想大家也曾经有看过 因为鲍鱼在有个黑潮 因为这个鲍鱼它实际上在经过屏洞那个地方 它有一个位置是一个漩涡的关系 所以这些鲍鱼基本上都会经过那个地方 那经过的地方以后 就变成是一个很好捕鲍鱼的地方 那在这个当地就会产生一个鲍鱼祭 那鲍鱼祭 大家有没有想过说鲍鱼祭 我们当去参如果去参加或你想到这个鲍鱼祭 你会想到什么 我们大部分看到什么 就看到鲍鱼 什么吃嘛 对不对 还有包括周边的 它所鲍鱼的一些的附加的产品 对不对 那你们有没有去 这个每一次的相当于这样子鲍鱼祭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看到 对民众有什么样的教育性 好像比较少 OK 比较少 那所以你看鲍鱼祭后来带动了当地的 整个商业的发展甚至有些经济 那所以鲍鱼祭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黑鲍鱼从1990年间 每季有差不多上万只会就会到这个地方 到了2001年 剩下6000多只 2002年以后5000多只 那虽然补了8000多只 可是实际上 它的重量也不断的减轻 那当然数量也就慢慢的减轻 那是因为它刚好到这个地方来 那可是我们更希望民众的了解 这个地形环境对鲍鱼的影响性 那可是实际上我们实际上这个部分 如果以大家印象 如果你也曾经参加过的时候 我们好像这方面做的是比较少的 那也因为屏东的鲍鱼祭以后 花莲开始有慢坡鱼祭 那大家有没有看过慢坡鱼 以前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 其实慢坡鱼它其实它的样子就看起来是透明的 那它相对有比较多的胶质 就像这样子一样 它其实是一块块透明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那我们在做观光鲫的时候 它实际上慢坡鱼也因为鱼祭 所以以前在没有刻意补牢的时候 大约只有两千只 可是也因为这样季节关系 我们就补牢了一万六千多只 那这些整个的爆量 实际上最后当然就会也让鱼量 也会变得越来越少 那这个是在讲到我们的文化 就是我们有海鲜文化 可是我们却在海洋文化做的却不够 在整个山产也一样 我们其实可能我们去到很多地方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说 这边有什么特别的山产 可是我们在做森林文化这地方 其实可以再做加强 可能还有一些地方还是有 可是实际上应该可以再做更多的加强 这就是整体如果我们以经济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这些的内容都会对我们的地球 产生一些影响性 这些影响是哪个地方 是因为当我们是从我们小我健康来做出发的时候 我们就对大环境的健康的关怀常是不够的 那可是这些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 因为没有大环境的一个 更理想的状况的时候 实际上对我们自己来讲 最后我们自己也会跟着牺牲掉 那这个是在讲到整个的森林文化 跟海洋文化的一个影响性 所以对台湾来讲 其实台湾 我上次有讲过说 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理环境 因为我们有很漂亮的山 有高山 如果你去过花莲就可以看到整个太鲁阁山是非常漂亮 因为它很俊伟 可是你可能也去过宜兰看到那些山是非常秀丽的 那也看到很多的每个地方 因为我们是一个台湾是一个岛 所以它淋了很多的海边 所以很多海边其实也非常非常漂亮 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透过全民的一个意识的觉醒 来爱护这个地球 来爱护我们这个台湾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常会因为刚刚我刚给大家看这些内容都是因为我们因为经济的关系而被环境整整的牺牲掉 而且实际上最后大家付出更大的成本 可能看起来我们赚到一点点的钱 可是实际上付到更大的成本 实际上亏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 凶堂が一样 如果我们继续持之间 我们全力看起来